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enso 今天會來講的就是 S1 5th Classroom Exercise 13a 統計學簡介 Part 6 我們就來到 計算數三這個部分 好了, 又是 首先, 未審題之前 有些東西要看回大家 就是收集數據的方法 有多少樣, 暫時我們 理解五樣, 問卷 訪問, 觀察, 實驗 以及查閱資料 Post round 之後, 我們會一齊對答案 好, 多謝大家 嘗試, 我們一齊對答案 首先, 搞一搞 每天繁忙時間 使用東區走廊 的 車輛數目 到底是多少 在某段時間用東區走廊 我們就找一個朋友 用一個按錶 一邊數 這種方式當然就是觀察 好了, 接著 某市民向警方聚述 某罪案發生的細節 這些就是 講過過程的 牽涉到五何法的東西 這些都是一些 資料性的東西 而不是涉及數字的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訪問 去收集一些類型的數據 第三條 即是CPART 客戶對互聯網服務 供應商的服務的意見 這個當然也是講一些主觀的意見 我們當然就是訪問 要是做問卷去搞定他 好了, 到最後 在2015年 米芝蓮食肆 指南中獲得的 一星的餐廳 這個要拿回 米芝蓮去看 我們那班有 黃欣銘同學 他和米芝蓮應該是親戚 你看他吃東西 那種嘴雕的情況就知道 好了, 翻查 米芝蓮2015年那本書 還不是翻閱過去紀錄 或者我們說是查閱資料 OK 每一個都對的 好, 那這一條 我們就圓滿結束了 那就看看一條 好, 第二條 也是整個Exercise 13 裡面 最後的一條 當然有點挑戰性 好, 又要溫一溫 非數值數據 是不帶有數值的數據 例如各籍、種類、職業 除了有非數值數據 當然有數值數據 當然是有數目字 例如我們量度出來 或者數出來 包括溫度、體重、車費等 看看題目 判斷下列各數據 非數值數據 若為數值數據 若為數值數據 再判斷 它是離散數據 還是連續數據 一雞要兩尾 OK 即是如果你寫非數值數據 就這樣寫五個大字 非數值數據 如果你覺得它是數值數據 麻煩你告訴我 這是連續數據 還是離散數據 請你Postra面 然後再和我們一起對答案 好 多謝大家的嘗試 我們一起對答案 不同品牌的LED顯示屏的壽命 顯示屏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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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用時間量度 一定是連續數據 連續數據就是數值數據 再看第二條 B 到籃球隊中 各成員的體重 佩儀是30磅 阮儀是20磅 阿彤是10磅 這些幾多磅 量度出來 量度出來當然是連續數據 我們都有數字 牽涉到這個數據 當然是數值數據 實在太淺了 到最後這條 某大住客的職業 我左邊那個是倒垃圾 右邊那個是做精算師 上層那個是彈琴 下層那個是做這個 在墳場幫人挖墳 林林種種的職業 說來說去 都是沒有數字牽涉到的 職業的種類當然就是 非數值數據 好了 又講了五分幾鐘 這裡已經結束了 我希望大家對這個統計學的入門 初步資料 有幾多個步驟 數據的種類 收集數據的方法 都有所認識 多謝大家 拜拜